PV 石墨熙 速崩驅動版 搖寧共賞 來灑吧 健美吧 今晚開戰吧 小真的 你們女人是不是當了媽媽以後 就很愛亂買東西 我想這習慣應該不是當媽媽之後吧 不過說真的啦 就是當了媽媽之後 當然就是為了要讓自己的小孩開心啊 買個小禮物送她 所以媽媽真的確實很容易吃心風 會買很多東西送給小孩 真的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她剛懷孕而已 她就四處就買什麼 迪士尼的公主妝 彭彭旋 什麼應有盡有 什麼都買 甚至小孩子的房間 她都把它打扮成很粉嫩 然後衣櫃打開 從0到10歲的衣服 什麼都有 不知道人以為她家是開租衣服的店 這情有可原意 以前我也是這樣 對啊 但是小孩子就是女孩 你就會想把她打扮的公公主 這樣漂漂亮亮的啊 你都可愛耶 但是三個月過後 然後去檢驗 驗出來是難的 我們現在就是 你知道多元嘛對不對 你也可以穿裙衣服 對啊 有跟我們 媽媽瘋狂購物 到底是為了這個家好呢 還是說只是想滿足自己的欲望呢 自己的欲望比較多 應該 應該 忍不住會想買啊 歡迎收看 今晚開戰吧 首先歡迎 詩欣豐人氣代表 你好 你好 好痛 這邊就是超頭痛的人夫代表 太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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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委屈 當人夫 沒有委屈 沒有委屈 這些都沒有你們自己買的嗎 不可能吧 這個全部都是我們自己買的啊 都是花我們的錢啊 這也有老婆的手 對啦 其實會從頭的原因 絕對不是老婆花自己的錢 絕對都是花共同的錢的時候 是啊 但我這些是老婆花自己的錢 對... 你辛苦賺錢就是讓老婆花啊 這樣講也沒錯 是的 永遠中圈 我們賺錢 然後他們負責下單這樣 對 沒錯 是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講 就是說媽媽小孩的錢最好賺 真的 真的 尤其女兒的話 那真的不是新風 對 媽媽 對啊 很多時候購物真的都不是為了自己 所以碰到小孩的東西 真的完全控制不了 對 但是如果家裡有女兒 烹裙要不要買 要吧 對不對 衣服 褲子 懷孕第一個月 我就已經把它所有 到大概一歲的東西買 媽媽 那因為第一次生小孩嘛 第一次懷孕 你就不曉得說 小朋友生出來其實 腳到底什麼時候要穿鞋 對 要穿什麼樣的鞋 對 那時候就很流行 那種converse小小的 媽媽也穿了 很可愛 穿兩次 然後就穿不下 一次都沒穿過 妳的一次都沒穿過 然後我就把它當成背包的吊帶這樣 對 有網友分享 就是說 媽媽從小就愛幫她買衣服 褲子 到現在大學了 還在買衣服 那因為就是說 她的寬骨比較寬 所以很多媽媽買的衣服 可能她都穿不太下 穿不下媽媽就自己穿 她常常緊到說 肚子這邊可能淚出了 紅紅的一片這樣 Oh my God 她叫媽媽不要再買了 媽媽她可能也覺得 這就是我的興趣 你幹嘛剝毒 對啊 而且兩位期待說 你買給小孩穿 然後她穿起來那種 就是這種反應 如果出去的朋友旁邊說 你不買這件很可愛 完了 你買了 一定買 就是你們這些人 一開始要問一下 媽媽就是自己愛亂花錢 說是為了這個家 根本就是藉口嗎 請舉牌 沒有 該不是 不是 我舉一半 我舉一半 一半 真的是為了這個家 也是為了這個家 為了小孩 對啊 我們拜託買一個 拿個鍋碗飄盆 不是全家一起用 對 所以我舉一半 只是數量可以 不用那麼多 不行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很多 我們是為了用心良苦 為了孩子的成長 我們真的提早佈局 對 這一定是要這樣子的 超前佈局 超前佈局 我兒子那個時候 大概才小班還中班 那我有一次就帶他去 那個百貨公司逛街 然後就剛好在那個 手扶梯旁邊 就有一個零食櫃 然後有一個大電視牆 然後裡面就播那種 就是海洋生物 那我其實很喜歡看鯨魚 海豚 然後什麼 就是看那個海洋的世界這樣 然後我兒子也喜歡看 因為他們看那種 那種畫面 他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他就做足在那邊看 然後我就覺得 我兒子有興趣喔 國家地理頻道的海洋系列 兒子可以往這方面發展 然後才那個小班 然後後來 從小開始培養 對… 他們那個售貨公司也很厲害 去找海洋 對 然後就看到那個畫面裡面 就很多烘魚 成群結隊的烘魚 就跳出水面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媽媽…你知道嗎 這個是什麼 我說烘魚 他說那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跳出來嗎 我說這個很簡單 應該是球偶吧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 媽媽…你真的好棒喔 你知道我們問了很多媽媽 媽媽不知道這樣畫 你說那時候 烘魚褲子是不是 烘魚褲子 要出來不是呼吸喔 他是球偶 他是球偶 沒有… 然後他就順著你的畫 對 他說媽媽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段 他就轉另外一段 然後就那個大鯨魚 旁邊一隻小鯨魚 然後那個畫面裡面 也有個連結 他說媽媽…你看那個大鯨魚 那個那一條 那個長條 那個連在小鯨魚身上的 那是什麼 我說那幾袋啊 他說媽媽 你好厲害喔 你好厲害喔 我本來真的只是想買一片 兩片那種海洋的系列這樣 我那一天真的不囉嗦 失心瘋 直接買了八萬整套 我被偷笑還沒拆耶 還沒拆喔 沒有 這只是一部分喔 太重 我沒辦法 你看 在那 都在那 這太誇張了啦 我買了八萬多 八萬 對 因為我覺得 這是國家地理頻道的 對 國家地理 其實現在剛好 因為那個撤出台灣了嘛 對不對 那個頻道 對 現在就拿來看 準備… 那你那個會增值喔 就這麼回本的時候 就先開始出租 對 現在已經撤出去獨家 開始撤出租 然後我真的 被我老公笑了好幾個月 你知道 他說你自己曾經是購物專家 你在洗別人單 你怎麼那麼容易被洗啊 真的 然後我就在想說 不會不會 小孩一定會看 一直看到現在 其實拆封的 永遠都只有海洋系列 就像這個 我想看海洋系列 就是原本想買的那兩片 就再看而已 這其實真的很好看 我覺得有多長價錢 一結帳之後 鐵門就拉下來 可以了 這個可以 請問 三公老師 藍波老師 你知道壓垮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因為他們這句話 他跟我講說 媽媽 我們真的就差那麼一張單 其實我們就可以得全國的 整個臨時櫃的冠軍 然後我就買了 買了之後 你知道他們很有心 他還寫了一張卡片 謝謝我 他們真的拿冠軍 他尾巴有寫什麼 謝謝你大德嗎 沒有大大德 沒有大大德這樣子 下次去他們那個櫃 就有一個桌子 對 而且郭育晴大德 大德 大德 真的好好洗 好爛 我也出了一個Metal Water 我剩下這個 20箱我就可以成為全國冠軍 對 好爛喔 需要 對 我自從有的時候 謝謝你的大恩大德 謝謝大德 我自從 我自從有了這8萬塊洗禮之後 我現在都非常小心 8萬塊 你可以買好多Metal Water 對啊 我也知道 我跟你講 還好我覺得我是生兒子 我要是生女兒 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好險我生兒子 小男生 他們也有喜歡的東西 對 比方說像我兒子小時候 他比較喜歡的就是 英雄系列漫威 那每一個男生都喜歡 然後那時候其實 真的就會失心瘋 媽媽就買了一系列 只要有美國隊長的鋼鐵人 蜘蛛人什麼我都買 你知道嗎 你看那個衣櫃 然後衣櫃租了 男生你可以買成這樣 你很狂 對 我很狂 然後我老公的衣櫃 有一半是我兒子的 然後我老公就抱怨 他說到底是你喜歡買 還是小孩喜歡穿 我說應該都有 他說沒有 就是你喜歡買 有一陣子我女兒也超愛Elsa 你知道那兩對姐妹在全台 有全世界賺了多少錢嗎 真的 然後有一年 我帶我女兒去奧蘭多玩 然後奧蘭多很多樂園 然後她就剛好 那一年的冰雪奇緣的Elsa 剛好第一次要在奧蘭多的 遊樂園裡面的那個遊行亮相 厲害 這對小孩是大事耶 這根本是說Beyonce要來台灣 你知道嗎 一天要看 剛好那一天Elsa第一次遊行 她就配合了第一次賣Elsa的衣服 天啊 一定要買 天啊 要一樣 一定要超便宜 然後一套也是要一兩百塊美金 要 公主們都有互相競爭 此時威姑娘 她也出了一個限量120套的 真人版 那個時候不是有出電影真人版嗎 是 縮小那一件藍色的 什麼呢 全世界120套 對 一定要買 要買 要買的 對 120套 所以就這樣 我家差一點來開青龍出租店 每一個公主都有 真的 包括連假髮都有 然後這些樂園規劃都非常好 比如說它有一個區域 就是公主說故事的區域 它的出口 就是一大串的各式各樣公主店 跟還有旁邊有那個什麼化妝台 梳妝台 它可以幫你直接打扮成什麼公主 真的 講是出口 但其實沒有要讓你出去的意思 你知道我走出去的時候 我想說 你怎麼是不住了這個陷阱 而且你只能走那一條路出去 就是 所以你除非是把你的小孩這樣 不要看 沒有一個小孩跟 直接看不可以扛走 不可能 所以出來 沒有一個小孩逃得過 沒有 所以出來他又換了一套貝兒 就這樣 你不要看那個一套兩套 這樣換衣服 換頭髮 一兩杯就這樣 很貴 然後你弄完之後 他也不放過你喔 香港人還會說 媽媽這幾年 弄得那麼漂亮 你要不要做個相本 要不要做鑰匙圈 這鑰匙圈 如果阿公阿嬤沒有來的話 你可以送他們做紀念 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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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種 一種你知道把女盒打扮起來 就是一種樂趣 然後你知道現在 就是生日的時候 一定要幫他辦一個 所謂的就是生日派對 對 所以其實也在他一歲的時候 我就已經想好說 他兩歲 我就要幫他辦生日派對 但是生日派對這件事情 一定要有主題嘛 所以我那時候就為了他 然後我就特別上網 去買了一整套的 小朋友的韓服 韓服 好可愛喔 韓服 我其實也穿過 對 就是認真的韓服 在生日的時候 要認真的穿 就是上下兩截是認真的小韓服 好可愛喔 重點是這個韓服 還不是只是只有衣服喔 重點是他的質感都超好 還有小包包 好可愛喔 還有小襪子 對 這是他的小皮帶 這是他帽子啊 對...這有帽子 然後這個他的皮帶 皮帶 這是他的帽帽 這他的皮帶 小襪子 小襪子 好可愛喔 然後其實就是剛好 因為其實我買了有一點大 因為就跟你一樣 你知道那時候剛生小朋友的時候 一歲不會分他的尺寸 就亂買 對 所以 這個其實會比較適合他 現在三歲 所以就是等三歲 今年的時候 要給他穿這個 你三歲要生日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韓服的派對辦過了 你又想再換別組 一定會這樣子的 所以這怪三歲也不會穿 三歲就是 我一定會給他穿拍過一次照 對 一定要可以 就給他拍一次照 大家應該有看一個卡通 叫做間諜加加酒 間諜加加酒 裡面有一個小妹妹 因為其實有蠻多大人 好可愛 對 所以我就真的也去買了 就是一模一樣 而且是一比一的就是 安妮她的衣服 然後就給她PostCrate 很可愛 是真正的PostCrate的衣服 好可愛 但是你就是一模一樣 就是你不能只有衣服 一定要有什麼 夾髮 對 然後這是她小短髮 然後小短髮上面 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她頭上還會有兩個小 啾啾 好可愛 就是你全部整套白色的小襪子 然後她要買一雙她的小鞋子 又是整套 一定要整套 不是因為大人穿這樣 很容易被攻擊 對 這小孩穿真的好可愛 很可愛 而且有些女生 小女生對不對 更多的 對 我最近在尋覓 要找小小兔的 但是問題是小小兔 沒有那個假髮 有人可以跟我講 可以去哪裡買 那個小小兔的粉紅色夾髮 因為它有大人版 可是沒有小孩版 OK 我不知道小小兔是什麼 誰啊 小小兔就是美少女戰士的女兒 她生女兒了 她生女兒了 恭喜 她已經變美魔女戰士了 她生女兒了 對啊 然後我有買了一個 很酷的東西 那時候 可是因為我買的時候 那時候芝麻才剛出生 然後我買這東西 又有點定的 放在家裡 所以我老公那時候 有一點點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買這個東西 可是數不知 等到她長大之後 她就發現 妳這東西買得太好了 太棒了 因為她集結了所有小朋友 一定會去碰的東西 那就是這個板子 這什麼 上面有開關 對小孩愛玩嗎 這裡有開關 你知道小朋友不是說 一定會去按妳 按妳的燈 開關 然後還有這個 懂嗎 好慘耶 上菜... 妳那個開關 開了怎麼不會亮啊 等一下 等一下 然後還有 她會去把妳的插座 妳不要把我插座 妳來把這邊的插座 真的耶 好 訓練她的手部小肌肉 然後 這 我頭髮 我頭髮 人家小孩沒有像妳 對 抱歉 然後小孩子都這樣 還有騎著 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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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然後這電話是怎樣 因為你知道妳拿假的電話 給小朋友 小朋友知道那是假的 她不會要 對 她一定要 1 2 3 她是要認真的電話 她不是要假的電話 你知道小朋友都知道 你拿玩具給她 她就知道那是玩具 她一定要有你真的東西 妳買這個多少錢 好像1 2千塊而已 1 2千塊 然後重點是 妳去那種五金行去買 你自己拚 對 我跟她講 幾百塊 你去B&Q這些東西 因為五百塊可以倒定 對 這些東西不就掛在上面 跟你講這個再幾號區 這再幾號區 對 這邊的這個英文名字 所以如果你要送人的話 這邊可以就是訂製 小朋友的英文名字 主要是要練習 讓小朋友練習 他們的那個啦 小手指的發展 因為她這個 也是要讓她正確地戳進去 這不會夾到嗎 不會不會 她這就是有很多各種鎖 小朋友她玩一玩發現 這個還是 對她來講只是玩具 她還是會想要去弄真的 很難說她這樣子練一練 她12歲就離家了 對 我什麼鎖都超會開的 對啊 而且她以後搞不好 可以去打鎖這樣 可是隔壁鈴 不要用鎖啊 急著開鎖 隔壁鈴就我進來了 是 不知道我不知道愛買什麼 我忘了你那個髮圈 也是很多 女兒 剛生出來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就比較 中性一點 人家送了一個髮袋 我們戴上去之後 發現覺得 滿可愛的 就有女生的感覺了 我老婆就開始買了很多很多的 各式各樣的 有髮夾 髮袋 這種就是可以帶在上面 不會太大嗎 因為她剛開始 頭髮長得比較慢 所以髮夾沒辦法夾 然後她就用髮袋 然後那個時候 看Instagram 國外還有很流行 都是帶這種的 小貓貓 好可愛 好可愛 然後她就買了很多 但後來發現 我女兒她不喜歡 有那種束縛的感覺 她不喜歡頭上綁東西 夾東西 她穿鞋子 一開始也很排斥 然後但是也已經來不及了 都已經下單了 然後就全部都來了 那很多其實都沒帶過 一開始我們想說 看看第二胎會不會是女生 然後第二胎是男生 所以也就都沒帶到 就硬帶 蠻硬帶 反彈 對啊 小時候看不出來 你看現在藍波老師 不是也帶一條 對啊 合理喔 今天不是要講說 男生主會頭痛 我就頭痛到現在 我覺得這個尺寸 好像滿好的 可以啊 這個尺寸可以 OK 好 牌子 牌子 你這 你帶這條 好想給你點印度拉卡 對 好想印度拉卡 真的 去年的時候 她開始很喜歡佩佩豬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她喜歡 那我們就買給她 然後那時候還特地買了一個 就是遊樂園 佩佩豬的遊樂園 這按下去還有聲音喔 對 還有她的音樂 她的音樂 對 佩佩豬 然後你買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她還有黃色的鞋子 我們也買了黃色的鞋子 好多 對 還有好多好朋友 超棒的 她就會跟你講說 她有很多的好朋友 她也想要這個 她還有很多主題 想要Jero 然後想要Pedro 然後想要誰誰誰誰 但你後來會發現 她有一些特別的角色 她只在組合裡面才會出現 對 她沒有彈賣 好精采 所以你為了想要幫她 買到那個 那一個角色 你必須買那個組合 可是你的 你可能你是為了一隻 但你其他有四隻是存在的 對 我現在最搞不懂的 就是這一家人 斑馬 怎麼 他們說都不一樣 但我看不出來 都不一樣 不一樣嗎 不一樣喔 有啊 這個是黑白的 這個是白黑 這個是黑 這個是白 然後我後來真的很認真的去看卡通 而且只有她 她的耳朵是最黑的 對 就是在卡通裡面的那個差別 都很細微 所以你現在其實是有點 看不出來她 但很正常 斑馬來講 她就是要設定讓你 黑白買啊 不會 不會 看不出來 對 然後像現在 她對於這個佩佩豬 已經稍微有點退燒 就是沒有那麼喜歡 她現在喜歡新的 比如說Poly Poly來這些怎麼辦 其實這些就是 她有時候在玩Poly的時候 就跟我說 爸爸 我說怎麼了 她說我不喜歡佩佩豬 不要聽 然後我說可是 可是佩佩豬是妳好朋友耶 她陪妳去很多地方耶 她說我不喜歡 我現在不喜歡她 我就說好吧 那我們就把佩佩豬收起來了 不要玩了 她說不要 我要玩 我最愛佩佩豬了 好糾結喔 對 她很糾結 她現在有的時候看到什麼 新的卡通 她就會跟我要求 許願說 她可不可以幫我買什麼 什麼的玩具這樣子 那她有在封那個嗎 巧虎嗎 有 一開始是哆啦A夢 然後後來是巧虎 對 巧虎對小孩來說 真的是邪教耶 真的是 是啊 真的啦 她好聽巧虎的嗎 我想巧虎在小朋友的 裡面的心中 就是應該就是媽祖 你只要叫她做什麼 她不要 然後說巧虎說怎樣 她說好 對 她做契作 她常常會覺得 譬如說因為現在夏天 剛上車的時候還很熱 她就不想要肩膀放好 她就腰扣著OK 但她覺得這樣背貼著就很熱 她就會想要拿起來 我就跟她講說 你看Poly是不是講說 肩膀要放好什麼的 對 然後就這樣OK好 放好了 對 然後她會大聲跟我講說 爸爸我肩膀有放好 對 你們家的那個蓬蓬群 也是小孩並備 滿滿的蓬蓬群 好可愛 各種顏色 然後這些蓬蓬群 常常在我家的位置 大概是這樣你知道 已經多到一種你知道 它大概會這樣疊 擺著要立起來 現在立起來 立起來 好變葉蛋術 就變成一個塔位 好變葉蛋術 所以你們回到家的時候 你們會有很多個塔位 這麼多 不要小看喔 這樣子要三四千塊 三四千塊 這個牌子是小朋友借的愛馬仕 我們家 因為我剛剛沒有看到牌子 我跟你講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 你堆起來之後 我跟你講 因為堆起來大概會有 超過十萬塊 有喔 不過一件三四千塊 但你這個沒關係 你還不如來買這個 這個沒關係 來買這個 兩三千塊可以買 不用這麼多吧 九層塔 我七七四十九層 太多了 而且最恐怖的是有一次 他們學校的運動會 小朋友的運動會 大日子 特別起了大招 去看她運動會 我女兒大家 所有人都穿了整套運動裝 只有她一個人 穿公主裝加砰砰去 太帥了 就算了喔 她還自帶有根的小人魚 這怎麼運動會啊 她參加的項目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是大會超喔 六十公尺短跑 天啊 她要穿這樣跑 只有她一個人 穿著小紅跟著鞋子 然後穿著砰砰去 就位的時候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 她在蹲下的那一刻 我覺得我女兒專業 因為所有的選手裡面 只有她自備起跑架 好可憐喔 因為她這樣 這個好專業 專業 自己又準備起跑架 好可愛喔 好可憐喔 這就是一個運動的場合 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對 我跟小朋友在砰砰砰去的時候 她連穿完睡衣外面 都要硬圍一條砰砰裙 是 他們很愛砰砰裙 是 因為我們家有兩個小嬰兒 大的生完之後 因為我媽媽家裡 是比較傳統的 然後我老婆有一種被害的感覺 她就想說 會不會 我老婆 我媽媽會不會覺得 我沒有幫你們家生個男生 會 她就很期待 說第二胎是個男生 她就有壓力 她就不斷地 一直買玩具小汽車 小車車 我就想說 你為什麼要買那麼多小車車 她說它是 這種是一種念力 大女兒很可憐耶 所以我大女兒小時候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玩小車車 只為了她媽媽說 第二胎是個男的 第二胎是個男的 她就買了一大類小車車 那買那麼多車車要放哪裡呢 她還買了一台托車 裝小車車 你也很專業耶 她說 這個一看就是男生玩的玩具 老天一定知道 我準備好了 她就一直不斷有一個意念 我覺得是不用有太多 太多那麼多 你看 然後現在的這些車子的下場 現在這些車子的下場在哪裡呢 我家大概還有20個這個盒子 而且它都是合金的耶 合金的不便宜耶 對啊 我看這只有吸引男生 它不是塑膠 它是合金的耶 有的會絕版喔 它是塑膠的喔 對啊 我跟你講有的會絕版喔 沒有重量耶 你買的都是塑膠的對不對 對 塑膠的都超貴的 都超貴的 還有一些限量的 你看看電影版的 它還有看年代的 真的第一胎有 傳統接代第二胎有壓力 你就買吧 不好意思 他到現在還在買 也沒有要生了 他變成興趣 這個小孩子最小就18歲了 他現在還在買 還在買 興趣啊 他說也許 也許就不小心會生了 我說不用 這個抱歉不用是不是 你十八歲你要幹嘛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 是不是有相同的健保 一定 就買不停的 又緣的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又緣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那我們就根據 今晚開拍官粉絲團 還有靠杯婚姻社團討論 去我們來看一下到底 媽媽都在瘋些什麼 要買一些什麼東西呢 首先看到排行網上的 第三名就是看到別人小孩 開迷你電動車 自己小孩也要遊 這占21.1% 那另外排行網上的第一名 就是沉迷在綁小孩裝扮 然後可愛的衣服 當然是永遠不嫌多啦 這占31.6% 不過除了小孩的東西會買之外 媽媽對家裡當然也是很在乎 所以家裡的擺飾裝置 Oh my God也是買不停喔 第四名就是打造夢幻系的 居家環境 從抹布到窗簾風格 那當然是要一致的 這個占15.8% 有網友都分享自己的老婆 她永遠看不懂 因為她老婆就屬於那種 有點少女心的感覺 她除了自己喜歡奶茶色的裝扮 喜歡喝奶茶之外 全家她也把它打造成 奶茶色的環境 而且還瘋到連家電用品 氣炸鍋什麼 她都要到處找上網查 哪裡有奶茶色 最誇張是菜瓜布 抹布 通通也都選奶茶色 有不要那麼強迫症嗎 媽媽們 妳講咧 以後妳當媽媽我就看妳的 對 最後一首媽媽們 對 她都很會 對 但男朋友老師 你們應該男生也是吧 買一堆造型小物 才浪費錢好不好 真的 我們男生會喜歡 但是我們還是有理智 我們會瘋 但是我們不會失心瘋 我一個說唱就是我喜歡 很喜歡磨礙 就是磨島 磨島的石像 因為我們有時候出去 出國的時候看到 你們這樣還比較失心瘋 你們買了就不會這樣 因為我們出去買了 石頭了不起 像這個是 這個是磨胡椒的 你看我們兩個連走過去 都不想走 不想走對不對 一直踏不出那一步 踏不住 勇敢一點 勇敢一點 然後像我自己買的 像是這個是藍牙的喇叭 喇叭 對 它可以串點 然後這個是日本的 日本的一個玩具商做的 限量的 它是因為以往大家都知道 它都是在圖裡面 就只看到頭 所以它只看到頭 所以它特別去做了一個 想像它底下的連接 然後變成一個收藏這樣子 我都是買這種小東西 了不起就杯子 盆栽這種小小的東西 我老婆一出手 她說這個我也喜歡 我也要買 結果後來我們家就出現了 兩公尺的毛巾 還有 好低一點 兩公尺有多高 那是超麼高 等一下 超過 250公斤 我覺得它真的過分 因為他們還買一個比你高的 真的是很厲害 我好像有印象 有一次練舞 你給我們看照片 對 就是 對 然後這個小的 他都買150公斤 他是幹嘛跟你尬 這麼多要多少錢 五 六千塊 有一些甚至三 四萬 什麼材質啊 它有一些是纖維 潘娜材質 它有一些是石頭 潘娜 是... 石頭啊 對 我覺得這種大專有超過 十尊以上 這個很可愛 很療癒 對啊 這系列很可愛 這系列很療癒 他會劈腿 你看 玩起來了 這系列真的很可愛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扭蛋系列 它是把所有動物 也做成石像一樣 這個我看到 有這個很可愛 扭那個厚道 扭蛋這個可以 然後他連去大賣場看到 這個是賣酒的 是賣酒 對 那他就說他不喝酒 他也買 買回去的時候叫我們喝 他也不管好不好喝 他就叫我平鮮 可是我覺得他 我看到就是他愛你的表現 對啊 他愛我嗎 因為他知道你喜歡這些東西 他把你生活當中 都佈置成這個東西 對 後來我跟妳講說 小小的好可愛 很療癒 但是妳知道大尊的是什麼意思嗎 網路上有寫的 那時候土著 在祭祀他過去的 譬如說我爺爺 我爸爸去世 他就會用很多東西 簡單來講 這就是墓碑 所以他以後都放得香好了 對 對 他有用心 我們家有好多塔位 彩色塔位 還有墓碑 博愛如何 當妳說他很愛我 很愛妳 對啊 他想把全家人放在一起 直直顆顆把妳放在心裡 對 以後妳們可以就直接裝在裡面 對 生了 而且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你相信他是墓碑 他就會是墓碑 妳相信他是老婆對妳的愛他就是老婆 對 對 他是墓碑 對 不過你老婆也是把家裡變成叢林 是不是 我覺得可能就是 興趣 然後再加上妳每天就一直忙著帶小孩 當妳有一個東西可以讓妳紓壓的時候 妳就會很想要去擁有更多 像孟茲其實我知道他一直以來都很喜歡有關植物這類的 家裡有陽台 他就開始種一些植物 很好啊 然後他種一種 一開始我也覺得OK 就是空空的陽台開始有一些擺飾 然後很漂亮 然後當他開始又迷上官葉植物的時候 那官葉植物就很大 對 我們可以直接看照片 這後來就是我們家陽台的狀況 就是已經看不到地板的磚了 好幾十盆 就整個陽台種上這樣 那原本我們都稱它是陽台 現在我們稱它為Jungle 真的耶 然後後來因為就是 懷孕嘛 就又比較少時間照顧 然後再加上去做月子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跟我講說 妳在 就是我在月子中心做月子的時候 妳要幫我回去澆花 澆水 我說好 沒問題 那妳在跟我講說哪一些要交 他說很簡單啊 就是官葉植物都要交這樣子 我說 我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什麼是官葉植物 對我來講就是一片都是綠 然後都是燕子這樣子 所以妳應該要請它 像國務建議館一樣 那下面弄個牌子有沒有 那下面弄個牌子有沒有 那下面弄個牌子 明總 然後他後來就叫我照相給他 他就放大 然後每一株就要交水的就打勾 然後跟我講說哪一個是三天交一次 哪一個是什麼的 對 然後他其實對他 但我也沒有阻止他 就是因為我覺得那是他紓壓的方式 他常常小朋友睡了之後 他就一個人在陽台 就跟他那些植物相處 就研究戒質啊 然後幫他換土換盆啊等等 那芝芝妳說妳花錢為了老公 真的是怎麼回事 沒有 我真的就是想要送他一些東西 因為我老公其實真的 你要問他有沒有什麼物欲 或者什麼他真的沒有 可是因為我唯一 最明確知道的事情 就是他有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他的偶像是周杰倫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他喜歡打電動 然後呢我就想說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我就要送他一個有意義 又有意思的東西 然後我就特別去找了這個鋼琴禮台 他是真的可以按出聲音的 但是呢重點是什麼 他真的是給周杰倫的粉絲 因為你這樣轉 每一轉一張出來就是一周 然後每一周上面都會是 周杰倫的一首歌 然後上面會附他的簡譜 對 然後你看像這首就是晴天 就是每一周每一周 你只要轉出來 然後他就會是 有這首東西喔 可以試彈給我們聽嗎 太帥了吧 簡譜然後讓他自己彈 你應該要彈千里之外吧 你拍的 這裡面也有啦 它裡面就是真的滿滿的 它的卡 重點是它的卡 不是那種爛爛的紙 你們可以摸摸看 它是 我看得出來很有紙 它是好的卡 真的耶 蠻厚的耶 有點像悠遊卡 然後你看 然後我老公拿到的時候就這樣 簡譜也是 完全一點都沒有覺得 他一開始是覺得 謝謝 但是因為他也覺得 這不知道放在桌上 他可以幹嘛 但是他後來 我真的認真的拿起 每一張每一張的 就是有試著去彈 然後另外 因為我不是說我老公 喜歡電動嗎 所以我就 他在網上找到了一個 因為通常你知道 我們如果要買延長線 延長都不是說 報酬的嗎 就是都長長的 然後也沒有什麼造型 然後就終於 被我找到一個 我真的覺得很實用 因為就算你外露在外面 或者是你直接放在 你的辦公桌上 都超級無敵好看的 它是一台紅白機的 它就是一個紅白機造型 這個滿可愛的 可是它是插座 它是延長線 對 它是延長線 然後這個延長線 就是你插插頭之後 你這邊有開關 感覺好像也可以彈琴的感覺 好像不行 這很酷耶 前面還有USB 然後我買的時候 我老公說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然後後來我才仔細拿起來 之後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我是在淘寶上面買的 結果這個插座是三插的 所以你還在弄轉接頭 就是還要再用一個轉接頭 但是我覺得至少這個東西 比起原本的那些就是 好看呢 你就發現那邊也是好看的 算是趣味小物 對啊 這種小物啊 或是植物啊 或是這種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是滿好的 但就剛剛好 多就過了 對啊 榜上還有剩兩名 還沒公布的 我們先用我們公布一下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排行榜上的第五名就是 研究多功能的打掃神器 就是要幫自己省力省事 這再來分享 分支5.3 有網友就分享說 有一陣子很流行 那種打掃的神器 那她老婆就看到一個 就是專門在清牆壁的托法 結果沒有想到這樣子 撕一次那個頭 就直接斷裂 最後就也是浪費錢 那排行榜上最後呢 是第二名 聽說新的不沾鍋 出了好用 那當然是要買起來 跟著喊家一團購 這在百分之26.3 好 這個網友就分享 都說她老婆 每一次看直播都會失心瘋 然後買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 但每次都只用一次 但是整個廚房的櫃子 都被放滿了 然後每次過年在大掃除 就是在丟她直播買的這些東西 好啦 這些主婦神器 就在下單 到底是神器還是浪費錢呢 不過不能這樣講 有時候我們就是 為了要買對東西 因為買對東西 這個可以省很多力 對 買了一個好的鍋具 買了一個好的什麼清潔的 多省力啊 成長這一塊更是 更是 你看小孩其實回到家裡 找的是誰 當然先找媽媽 肚子餓的先找媽媽 對不對 怎麼都是媽媽 唯一找爸爸是因為 他找不到媽媽 對 我媽媽在哪裡 對 像我的兒子 今年是小五要生小六 其實他剛好正在面臨 就是要成長的那個階段 這個年紀的孩子 他其實會有一點挑食 我兒子很奇怪 我兒子就完全不吃番茄 番茄 番茄 我就覺得很好吃啊 然後比方說 那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把那個番茄 把它弄成不是番茄的樣子 那我就去弄義大利麵 因為小孩喜歡吃義大利麵 那我想說義大利麵加番茄 然後再加那個肉醬這樣子 番茄炒蛋啊 他還是不愛 那我就在想說不行啊 他這樣挑食 尤其他現在又剛好 要面臨那成長的階段 那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從旁來做補充 那你看媽媽 其實真的就想破頭了 後來其實就在 跟一些媽媽朋友 正在聊天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這個小孩絕對不能輸在旗袍店 正要發育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他的營養補充 我那些媽媽朋友 他介紹我一個黃金營養素 那我跟大家來 真的分享一下下好了 雖然我的小孩沒有長得特別高 但是我覺得他還在控制 可以標準的範圍之內 像這邊就有那種一歲兩歲 像我兒子大概差不多是十歲 那他也不會偏矮 然後大概就是在中間 標準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我就覺得 這樣子其實是還不錯的 那我今天也特別帶來那個東西 我覺得不是只有小孩喝喔 我覺得大人其實 你應該也會覺得 他口味還滿好喝的 我今天有特別帶來 長到這個事情 你看像了藍波老師 藍波老師自己要對號入宗 你喝了就會跟那個喔 跟那一尊一樣超高 200公分 200公分 像我今天帶來這個 就是他們的黃金營養素 那裡頭它有這個 50項的一個專利的營養素 那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在於 你看我拿的是咖啡色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它的巧克力 那它另外還有像什麼草莓 然後香草布丁 所以其實就小朋友 他平常在吃的東西 你就把它當成像點心一樣 他就會覺得 吃東西是有趣的 然後他還可以吃進去 很多很多的營養 然後它又是來自 世界級的乳清蛋白的大廠 所以你平常除了你直接加水 你可以讓小朋友喝一碗 好好吃喔 可以加麥片 還可以放在優格裡面 是不是很好吃 加了這個巧克力麥片 對 那因為其實 在小朋友成長的過程 除了鈣質以外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蛋白質的失去 像我就聽過醫生講過 他說小朋友其實在成長的關鍵 最重要的營養素就是蛋白質 因為你有了足夠的一個肌肉 所以才有那個足夠的空間 可以讓你的骨骼能夠展開 像它這樣子一包裡頭的 蛋白質的含量就將近是 一顆半的雞蛋 它裡頭的蛋白質的 其實又是他們成長最重要的 一個關鍵的成分 那它裡面有那個天然的紅棗鈣 不但吸收率高 而且它的含鈣量也很高 小朋友其實真的 平常要他喝牛奶 或者是他可能會覺得說 媽媽不行 我喝牛奶 可能肚肚不舒服 我可能會毒糖不耐症等等 那其實都不用特別的擔心 另外就是他光是這樣子一包 平常你可能叫小孩喝一杯 500cc的牛奶 不用講500cc 350就好了 他可能就在那邊大哀叫 可是你知道光是這一包 我們剛剛這樣吃 大概是三杯牛奶的量 所以其實它裡頭還有很棒的 像是腦靈脂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其實真的也是很棒的一個營養素 那另外小朋友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防護力 對 它裡頭還有免疫球蛋白 還有乳鐵蛋白 所以其實可以增加它的保護力 那我覺得我自己本身 讓小朋友吃完之後 我覺得最有感的就是前幾個月 我帶小孩過年之後去鹿港 我們就去那邊玩 同一件褲子 那時候在鹿港的照片 你看那件褲子一模一樣 褲館就是很正常對不對 小朋友大概就差不多是這樣 後來大概幾個月之後 現在 你會覺得那個整個 有點像氣氛褲了有沒有 你幹嘛把人家褲子拿去 我還沒有 他有空 就一樣 就是同一件褲子 但是媽媽其實看得會很開心 雖然好像又要失信封 又要蠻辛苦的 對啊 褲館超高了 褲館變成真的有超高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當媽媽最擔心的 就是吃的東西 尤其是小朋友 安不安全 他有經過SGS的認證 那同時他也沒有含 所謂的大家擔心的 什麼荷爾蒙 或者是西藥 而且他還融破了這個 SNQ國家品質大價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像這樣子的東西 你就讓小朋友 當成每天可能他 四點多下課 媽媽我肚子好餓喔 小點心 加在優格啊 或者是麥片啊 就不會那麼的單調 而且又好吃 再搭上其他的一些 就是平常他在吃的東西 對 我們就會覺得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媽媽這錢要再開喔 對 對 那個八萬多塊都在買 對啊 不要太想了 我永遠的痛 有沒有 我覺得這很棒的一點是 你知道很多小朋友 他不喜歡吃正餐 是 可是因為這吃起來甜甜的 它就是一個甜食 對 你只要拿出來的小朋友 會很願意吃 而且你可以給它加在那個 無糖優格 對 沒錯 沒錯 謝謝 這說我們亂買好嗎 我們都是為了小孩 為了家庭 對 為了孩子 不是錯 有些法寶就是真的要買個小朋友 你要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後他才會想要去接觸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 除了要分享大家之外 還要分享跟孟哲 因為你說你的孩子會看什麼 小叮噹對不對 都愛夢 之前 對 就喜歡看卡通 對 你知道我們我要推薦的就是 沒有一個小孩不喜歡看卡通嗎 不喜歡 這個盤子 它叫做生農園手 這個很可愛耶 對 所以你只要每次拿出來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雞蛋放上去 然後就幫它配音 然後跟他說 聰明雞蛋 對 然後他就會覺得 這次吃了就會變聰明的雞蛋 這就是一個小法寶 那盤子最厲害的是 你無論你放什麼東西在上面 都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個法寶 對 他都自帶音效 走來有沒有變出來的 你要有帶音效 要帶音效 對 要自帶音效 好可愛喔 那孟哲的老婆耶 我們出去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就會說 給他們小朋友吃一些點心 對 但因為我們家對於點心的這部分 控管是比較還比較嚴格一點 然後就想說 那我們 孟哲就想說 那他就自己做 一開始想說 好 我就先自己做布丁 你家有開幼稚園是不是 真的沒有 你們家所有嗎 還是一部分 其實一部分 一部分 還有塑膠的還有紙的 那種小蛋糕的烤膜 對 他一開始就想說要做 然後做了之後 他覺得 那我一次可以多做一點 因為大人也覺得好吃 那小朋友也喜歡吃 然後就可以一起吃 然後就開始越買越多 然後就買不一樣 形狀的玻璃杯 好可愛 這個可以當酒杯 對 太大杯了吧 威士忌杯 然後他就是想說 用不一樣的造型 那這樣小朋友每次吃的時候 就會有不一樣的心意 也說不一樣的布丁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說 可是小朋友好像到最後 也不會拿這個用 因為怕摔破 對 就是我們大人拿的時候 就也是把它挖出來之後 就放著 好像也不用買那麼多的玻璃杯 因為收納的時候 或平常在拿其他東西之後 其實會很害怕把它敲破 對啊 我們有幾次出去露營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很多 然後帶出去 分享給大家 大家分享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我們應該要拿回來吧 對啊 因為他買的是品質還不錯的 可是小朋友就一定是 吃了之後就拿著到處跑 對 然後我就在露營區裡面 追小朋友 我就說你那個瓶子 你那個玻璃杯吃完了沒 他吃完了還我 他就到處放了 他就到處放 然後就在那裡算說 我們這次帶六個來 奇怪怎麼只有五個 然後我就會晚上的時候 在那裡找說奇怪 到底還有一個玻璃瓶跑去拿去 對 然後後來他就想說 那我們可以做雞蛋糕 對啊 他早上的時候也可以做熱壓三明治 所以他就買了這個鬆餅雞 對 好可愛喔 然後一開始還特別去找 各式各樣的 譬如說有馬德蓮的 有鬆餅的 然後有三角形的熱壓吐司 然後找一找出 他發現日本有一個限量版的 就是這個 其實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對 他是誰 但是好像這個 這隻貓也是算滿紅的 這個貓咪 這個圖案的烤盤 那個時候是好像 只有日本的時候有 還特別請代貢從日本買回來 不然小朋友應該看不懂吧 但是媽媽看得開心 媽媽看得開心 媽媽看得開心 他也是買了特別版的 因為他也有素顏 全白全黑粉色的 他買了特別版的 玉琴姐問你說這用了幾次 對 你用幾次 買了兩年 就是兩次錄影的時候帶出去 是吧 所以兩次 然後這麼多的烤盤 只用過馬德蓮的跟天天圈的 天天圈 蝦亞吐司不常用嗎 蝦亞吐司 蝦亞吐司 料擺出來的時候 小朋友沒時間等你壓 他就直接把它拿起來吃了 太遲了 真的 對 所以我們家也有一台 也是用不到 我們家也有 用過一次就沒再用 可是是麻煩 對 對啊 就沒有 因為還有洗 看完這一集 我就不得不讚嘆一下媽媽買 看他們買之後 還要把嘴巴閉上帶微笑 對 非常正確的示範 對啊 反正老婆最大嘛 對啊 他想要買什麼就買什麼 他所有的付出 也是為了這個家庭 對 老婆開心就好 謝謝各位 最後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來 按讚 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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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